BA.5疫情高峰来了 24号新增本土28397例 较上周增加15.1% 医师省正南分析 下周BA.5就会取代BA.2 预估8月30号单日会飙破3万例 再过一个礼拜超过3万 我想是有可能的 目前大概估计再过一个礼拜左右 这个BA.5会越来越明显 BA.5不止传播力超强 也容易重复感染 决中心统计两年半来 已有约5000人重复感染 7月以来重复感染超过2500人 比例约占万分之五 学者也指出北北基桃竹苗 宜花东这两大区域 疫情持续上升要特别注意 另外新增18人死亡 其中一名30多岁女性 打满3剂疫苗 也没有任何慢性病史 却突然高烧41度 全身抽搐休克紧急送医 发现有脑水肿 结果送医隔天就病逝 专家陈秀希表示 BA.5变种病毒 已经让20到49岁青中年族群 出现大幅感染 但50到69岁族群 未打疫苗会有慢性病民众 重症几率大增 开学在即 医师省镇难推估 恐有15%孩童 将会染上BA.5 一旦教室有疫情 就因请假 且孩童重复感染 几率更高 专家黄立民也呼吁 孩子感染过 就像只打半剂疫苗 即便确诊过 仍要完整接种疫苗 才有最佳免疫反应 据莫德纳次事件疫苗 美国已经通过EV 我们抢下周一再审 但最快也要10月才能到货 建议长者别等了 时间到就快去打第四季 才能对抗BA.5病毒入侵 这台北最后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式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 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新闻 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